过去两个多月来日夜承受以色列炮火轰炸 被迫离开家园的黎巴嫩居民 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在美国和法国强力斡旋下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开行宣布 以色列和黎巴嫩正式达成停火协定 我刚才和伊斯坡总统和伊斯坡协定 我愿意表明他们的政府 已经接受了美国的计划 终于伊斯坡和伊斯坡协定的凶犯战争 在10名反对派阁员否决下 最终还是接受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 拜登乐观表示 这有望结束以色列与真主党 一年多来的越境冲突 以及数月间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全面战争 根据协议 未来60天已离双边停止敌对状况 落实2006年结束以离战争的联合国安理会 1701号决一案 以色列军队必须彻底离南 真主党不得在离南重建 同时只有联合国部队和黎巴嫩政府军 可以进驻利塔尼河以南 但是就在达成协议的消息传出前 以色列继续使用边打边谈手段 在两分钟内对贝鲁特南部郊区进行了20次大轰炸 这也是以离战争爆发以来 离班的首都附近遭遇的最密集轰炸行动之一 在新闻综合报道